字幕提供 你是袋鼠嗎 手這樣抓 這個在媽媽胎子裡啊 字幕提供 好多人喔 Holly Holly 你們兩個好可愛喔 呆呆的 這裡人超級多欸 你們要走路小心喔 我頭皮有點抖啊 小心喔 你要扶著 他用一個看英雄的臉看我 哇這是什麼 恭喜這是沙灘欸 我們找個地方吧 你想玩水還是玩沙 先玩沙再玩水好不好 這是你第一次感覺到沙子欸 摸摸看 你在幹嘛 怎麼樣 哇這是沙子欸 感覺怎麼樣 好好奇喔 什麼感覺 好可愛喔 會被你蒙翻欸 不要吃 這個不好吃寶貝 其實你真的很適合戶外欸 你看起來都很好看 他在玩沙這樣玩啊 恭喜你看我 很帥欸弟弟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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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 拜託 沙子不好吃寶貝 沙子不好吃 你要不要走走啊寶貝 我牽你走走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哇 好棒喔 你好棒 寶貝你好棒 哇恭喜好厲害喔 你好棒 寶貝咧 對你好棒 好棒 好棒 哇 你好棒喔 恭喜好棒 我們去找特寶媽媽 好棒好棒 欸欸欸欸 沒事沒事寶貝沒事喔 好棒 拍拍手喔 好棒好棒 你好棒 拍拍手 沒事你很棒 你為什麼那麼可愛啦 好可愛喔 把它埋起來 可以嗎 可以 不行不行不行 你好不喜歡 好我救你我救你 今天太陽沒有很大 但你防萬一我還是幫 恭喜擦了反賽 然後這個傢伙 現在晚上玩得很開心 他的右腳潔癖 左腳還好 好開心喔 他就會把腳抬起來 哈哈哈 你很好笑 欸欸欸欸 寶貝不要吃啊 這個沙子不好吃 媽媽等一下會帶你去吃好吃的 你要是吃沙子吃飽了 等一下就吃不下了呢 你很可愛欸寶貝 你是不是又喜歡這裡了 啊 還把我弄傷 是不是其實也不想玩沙 盡可能除了腳碰到沙以外 其他地方就是不要碰到沙 媽媽有點太辣了 海邊誰不是這樣 自己看大家 你吃沙呢寶貝 你看吧 我就說沙子不好吃 尷尬了吧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來這邊15分鐘 想回家裡 然後基本上兩個媽媽已經快受不了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並不是喜歡沙灘的人 但是我們為了他 要給他第一次的體驗 媽媽你有什麼感受 媽媽已經開始覺得狼狽了 沙子的觸感讓我不是很喜歡 我真的很不喜歡 她小子是很喜歡 一直揉眼睛 一直在那邊吃 啊寶貝 然後媽媽在那邊守潔癖 她真的是很 但我們又不希望 但我們又不希望 因為我們不喜歡 然後就不讓她嘗試 沙子好吃嗎 我等一下要帶你去吃飯欸寶貝 她把舌頭弄出來 她好喜歡玩沙欸 我覺得我們這幾次出來 都很不是我們自己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知道我們不喜歡 因為我們體驗過 但是因為她還沒體驗過 我不想剝奪她體驗的勝利 即便不喜歡還是會帶著她 等一下她在幹嘛 她在探索沙灘 你看看起來有夠快樂欸 已經開始自己探索了嗎 啊痛啦 都是沙子 就這樣你不要趴 你在那邊給我趴下去 沙子好吃嗎 養肥的不行 對因為那個小宅宅沒有辦法理解 不要碰沙子跟等一下幫她弄 她就是越把自己越弄越糟 所以我得趕快帶她去清潔了 不然我也是怕她會不舒服 搭攤之旅就趕快結束 但是我覺得她又體驗到了 我希望你可以明白 我們很努力想要當一個 很不一樣的媽媽 即便自己不喜歡 都努力帶你去體驗 你跟我們不一樣啊 我們不喜歡你可能會喜歡啊 所以媽媽已經真的很努力了 我們已經結束我們前面艱辛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家要去吃飯了 我覺得我不喜歡沙子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沙子 所以誰在身上跟在我身上 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要把它弄掉我都覺得好煩 然後永遠都有沙子弄不乾淨 我倒是覺得車子弄髒是小時 身上的沙子讓我覺得好煩 它會一直黏在上面 你都已經拍掉大部分 但還是要黏個一兩粒的那個感覺 對然後你好不容易沖乾了 可是因為你不可能完全擦乾 會沾到 我反而會覺得她很喜歡 他自己喜歡爬草皮 就喜歡爬沙子 像我就從頭到尾就坐在那一塊被安排好的地上 坐在那邊這樣 就這樣吹吹海風不好啊 從當了媽媽之後 我就是很努力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小孩子也是小孩子 對不對 我不能用我的喜好想跟他身上 所以我應該要給他一個公平的機會 讓他去感覺他到底喜歡或不喜歡 接下來應該會有很多那種 就要逼自己去做一些不是那麼喜歡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這樣委屈 因為我看他那樣開心 或是看他嘗試 就也很開心 對於我也會好奇他第一次的反應 真的有一種自己回到童年的感 好久沒有碰到沙子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不喜歡 我就不會再去碰 可是你再碰一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一個很熟悉的感覺 有小孩之後你會覺得好像 再過了一次童年的這個感覺 總之我們現在要去吃飯了 他現在這個小仔可以跟我們一起吃飯 這是我們在YouTube裡面第一次 記錄他跟我們一起吃飯 畢竟這一年以來 他其實都自己吃 自己的 不會跟我們一起吃 現在開始就會跟我們一起吃 然後我們記錄下來這樣 我們還是會盡量挑一些 不是那麼太重口味的 我們有跟保姆溝通過 他平常吃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 都是照顧他的人要比起 是你更好的 OK 我們去吃飯吧 好 這個是我們以前約會的地方 YES 秀弟重流都有一個仔 就是這裡 彩色的房子 那個公車站 很多人覺得很酷 會來這裡拍照 公車站那 快走了快走了 沒錯 大家覺得這個超可愛 你在吃東西了 你一定很餓了吧 每次帶你出來媽媽都特別累 特別累 惡魔的笑容 我最近因為 開始常常帶他出來吃飯 所以我練就了一個本領 就是來之前都先看過菜單 然後一到這個地方 就要直接點餐 這樣就可以確保可以趕快上餐 因為他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耐性等餐點這樣子 為了減換我的焦慮 所以我通常都會前一天都會把行程全部安排完 確保流程可以順暢 我覺得我好像什麼 導遊喔 這個是南瓜濃湯 我剛剛試喝了一口 所以我覺得可以 現在突然覺得經驗值又加一 如果像到這種燉飯的餐廳 反正不論如何就是先點一個湯 在等餐點的時候就可以先喝湯 有東西吃有事情做他就比較不會叫 對啊 現在是吃燉飯的時間 小仔就先吃了 我們兩個都是最後吃的 我們通常會看入圍的狀況來決定怎麼餵他 偶爾的話可以是我們兩個一起左右餵他 然後我們會切小小的給他吃 然後像這些雞肉啊 也可以切小小的給他吃 還有就是吃干貝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會開始試試看他 會不會對海鮮過敏 所以就可以一點一點的給他嘗試看 你那個肚子應該很大顆了吧 恭喜寶貝 恭喜 輕輕 好了 我都聽到了 聽到了 恭喜 還要嗎 還要嗎 會不會吃太多啊 可以了吧 好了 聽到了 我覺得不喜歡蝦就是不喜歡蝦 我現在看到他臉上有蝦 然後弄不掉我整個人焦慮 然後他還沒那個嘿嘿 他倒是挺開心的 是從帶了小孩之後 真的自由度會減少很多 像我們選食物也會選他可以吃的 其實我們在飲食控制 所以其實我們晚上應該要沒有澱粉的 可是因為我們選了這個餐廳 好可愛 就是因為他都是燉飯啊什麼的 然後肉很少 我就只能吃一些澱粉了 一定比控都是沙耶 你看 喔 媽媽看本來 你很帥耶 他看起來也累了 我也累了 這好像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沒錯 眷容滿面 其實你以前很喜歡去海邊 然後我覺得他比你更像海邊 我們家小仔就是這樣 你想要好好聊個天 講個話他就會給你這樣中斷 那我們就只能中斷 因為他覺得就是主角不是他 對他喜歡我們關注他 總括來說我還是很快樂 因為我看他很開心 我是不知道你有沒有開心啊 我看你開心啊 我好害怕喔 媽媽在你的頭髮裡 怎麼了 你怎麼這樣子 你跑很快耶 我怕是蟑螂 我還有想分享的 像是因為小仔我們就會 願意走出來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其實現在的天氣 我覺得很好 秋天 就是晚上涼涼的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基隆 然後剛剛是在外木山 我們其實也曾經 拍影片在這裡約會過 真的感覺不一樣耶 我覺得那個時候悠閒到不行 現在是忙到不行 然後這個小仔會一直跟我尖叫 喔喔 媽媽最害怕尖叫我 但我已經很努力了 跟他講他會聽 我跟他上面小聲一點 我聽得懂 我聽得懂 他就會變小聲 要鼓勵他 教他一些 規矩嘛 很感慨耶 我還是很感慨一樣的地點 帶再來 你知道我們來的時候多年輕嗎 啊 不過才五年 我覺得人生歷練差好多 有的小孩都有人生歷練差 對啊 我們的影片要強制中斷 對 那這影片就到這 喜歡的話就按照分享 想說掰掰 今天如果有人想要看 恭喜崩潰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小孩就是一個正常的小孩 他也會有失控的時候 like當他很累的時候 他想睡覺就一定要哭 所以不要說我們永遠都只有給大家看 恭喜好的一面 他倒是挺有包袱的耶 你開始錄之後他就不叫了 真的是顧念子 多年前我們在這種舒舒服服的地方的時候 肯定是兩個人在想說 今天天氣真舒服 再找個附近的地方繼續走 然後節奏很慢 在那邊擬農我 我們要結束今天 現在就是 回家回家 我今天已經夠了 我要回家 我要休息 你現在看起來好像小偷喔 因為那一槓在那裡 不要下班好嗎 就在家裡 後面 好像不起來 有個小孩 有一個小孩 是 有一個小孩 除了 我們這些大人 是